范冰冰何时从美国度假回来? 因为崔永元的爆料而被广泛议论的范冰冰,除了以工作室的名义发了一支公告之后,目前保持着沉默,其男朋友李晨的微博也没有了更新。 在这之前李晨发布的消息看,二人去了美国度假。 据相关的消息说,范冰冰妈妈讲,范冰冰因为公干目前人在美国还未回来,至于范冰冰何时回来,范妈妈没有给出明确日期。 范冰冰何时从美国回来,是目前很多人所关心的。 因为去年勒势假月亭出走美国滞留不归。 北京证监局已经分别于2017年9月和12月初,发过监管关注函,责令改正决定,分别叫他赶紧回来,责令改正问题。 这两次都是证监部门采取的行政监管措施,不过都没啥效果。